材料有些栗子,也有些枝竹 這些枝竹是我的好同學Jennifer送給我的 所以今天就特意拿些枝竹和栗子 煮一道菜給我老婆和媽媽吃 這裡一匙是甜蜜醬 有些蒜蓉切了粒 這裡有些乾蔥和蒜頭粒 先起鍋,先爆一下枝竹 燒熱的鑊放油 稍微爆一下枝竹 將枝竹燒至金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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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加多些油 令它煎熱的嚼勁 會令它煎炸 但為了節儉油和健康 都會加少些油 把芝蓉拆開後,把芝蓉拆開 把芝蓉拆開,再放油 把芝蓉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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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干蒜头 干葱 油会弹出自己 要小心 用中小火 慢慢爆香 蒜头已经爆到金黄 放在边上 把蒜头倒入 继续中小火 把鱼鱼倒入 爆一下 把鱼鱼倒入 盐子酱 大概是大半空间的盐子酱 爆一下 叶子酱 继续locke 蒜头和蒜头 爆来 直至鸡提鸡 很香 先加净酒 让它更香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只要蒸多久 就很适合栗子的性格 这种栗子 比较容易均匀 大概是15-10分钟左右 所以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大約半分钟 放中小火 炖大約10分钟 放入冰箱 炖大約10分钟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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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大約10分钟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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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試味道 先試味道 味道不錯 放入少許的山抽 大概一茶匙的山抽 倒入切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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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會吸收汁 所以要加點水 稍微煮一煮 加多少呢? 四份一碗水 開中火 煮一下 一邊煮 一邊煮 等汁吸收汁 煮到慢慢收乾水 差不多了 現在可以熄火 熄火 有蔥就煮些蔥 就更好看 可以熄火 可以熄火 很快 栗子不菇 炆枝燭 就完成了 這道菜我沒有加糖 原因是甜麵糞醬已經夠甜 至於鹹甜 真的很視乎個人口味 如果你覺得不夠甜 自己加少許糖 你覺得不夠鹹 你就加多一點點醬油 千萬不要一成不變 跟回 我說一斤糖就一斤糖 一斤醬油就一斤醬油 其實 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可能我加一斤醬油 對我來說 是非常之足夠 但對你來說 可能覺得不夠鹹 所以 因應自己的口味去調教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可以上台了